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在天堂R推出之後呢 很多玩家相信都已經進去體驗這款遊戲了 但是在測試伺服器裡面 其實有一些設定跟它的一個活動呢 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包括這個所謂的充等包 可以讓你快速的從52級升到最頂級 目前的85級 然後你只要再打一隻怪就可以升到86級 那你要如何快速去完成這一件事情呢 其實很簡單 天堂R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新手任務其實是引導大家升級的一個最快的方式 也就是說你只要跟著任務做 然後一路這樣子打怪升級打怪升級 然後一路上強化裝備 就可以穩穩順利的升到49級左右 那從49級開始 你大概會有一點點的受阻 那在到52之前呢 其實還會有一些任務可以讓你去解 那這邊的話速度稍微慢一點 但是不用擔心 因為基本上升級的速度其實都還算快 好那在你解完任務之後呢 會來到52級 當你52級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背包裡面打開英雄的禮物箱 那它這裡面的這個道具會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各種強化過的一個裝備 然後還有加9的職業對應的武器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飾品 都是已經沖好的 然後甚至還有這個幻象 傲慢之塔的這個傳送符 可以讓你直接傳送到傲慢之塔各個樓層 但是這個還算是其次 重要的是裡面有一個所謂的成長票券 你每使用一張它就會提升一個等級 那這邊用完的話 52級使用上去之後 會剛好到85級的這個階段 好那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點完這些卷軸 點完這些票券 你就可以快速的升到這個等級 而且你就可以去解鎖所有 PSS這個內掛系統的這個功能 那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去學習到 所有的這個技能 因為你已經85級 基本上所有技能都可以去學 那技能的話 待會我們會在後面提到 那首先升級之後 當然第一個是要去點點數 那根據每一個職業會有不同的點法 這方面的話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搜尋一下相關的這個文章 最重要的是怎麼樣 因為裝備有些欄位 其實是必須要再透過NPC來開啟 那有些裝備呢 他可以透過一個系統 來進行祝福 所以呢 我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請大家先傳送到歐瑞村找這個NPC 來到歐瑞村之後呢 很簡單 你先往左上角走 就可以找到一位 ID叫做Snape的這個NPC 那他下面寫的是 開放欄位專家 也就是說你點了這個NPC之後 身上的一些欄位就可以把它開起來 那他這個欄位呢 其實就對應到剛才我們在開啟這個英雄禮包的時候他裡面有給你一些票券 那使用這些票券就可以把身上的所有可以開放的這個欄位呢把它開起來 那你身上的這個戒指 全部把它卸下來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呢建議你現在把全部的裝備卸下來 然後我們先點第一個 製作勇猛石板 製作石板的這個 製作石像 好的 那如果製作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點選第二個 他可以把兩個這個地龍的T恤 做成受祝福的這個地龍T恤 那這樣子的話 兩個都做起來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有兩件這個裝備了 再來第三個我們找到的是製作這個 鬥士徽章的這個ID 那這個鬥士徽章可能不是每一個職業都拿到這個好 那這個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你點下去之後呢 一樣是在這個畫面上可以看到相關的這個製作 那你點選製作呢 就可以來 獲得這個 合成之後的這個道具了 那所有道具都製作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這些裝備 一套一套的把它 穿上到我們的 裝備欄裡面 那千萬記得 一定要 把這個裝備 一個不漏的都把它穿上去 到這邊的話 其實才算是第一個步驟而已 第二個步驟 你必須要回到說話之島 去找 魔法 商人 然後你去跟他買這個 魔法書 把所有可以買的技能都學起來之後 你才能 出去到這個戰場裡面 去開始來 練功 好 我們移動到說話之島之後呢 大概在說話之島的左下角這邊有一個魔法商人 那他這邊點開之後你可以看到所有你可以這個職業 可以買到的這個技能 然後他的消耗的貨幣 他是用騎士團的貨幣 那騎士團的貨幣呢 基本上他只有在說話之島這邊可以用 你 轉移到這個雅丁大陸之後呢 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你在這邊 把魔法都學完之後 基本上可以學到 相當多的一個 招式但是 有一些還是沒有辦法學到那這個的話可能就是要 透過這個 額外的購買或者是打怪掉落 但是基本上 這一些技能你可以買的就千萬是不要錯過 尤其是 應該說 你自己專屬職業的技能的話 千萬要記得要把它學起來 除非說你對這個 職業已經很熟悉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 忽略掉一些你覺得還不實用的一些技能 那之後 這樣子的話 其實已經算是 到一個段落了 好那 在出去練功之前 建議大家因為我們待會會開啟 PSS功能 所以 在這邊呢 建議大家趕快 先把這個 技能的 功能 跟他的設定都看好 然後想好之後一個一個把他設定到 PSS功能上面去 那設定完成之後呢 嘗試一次兩次的掛機 或者是讓他自動回春 看一下這個設定是不是OK的 如果是OK的話呢 基本上這樣子已經可以讓你掛上很長的 長一段時間 好以上就是呢 這個天堂R 新手 快速升等 充等到85級的這個簡單的這個介紹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隨時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更新通知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